大家好 真是行貨 每次都想不到新意 對於我一個這麼有創意的人 我自認一下 但真的沒有創意 今天是星期三 11月30日 下午五時多 因為今晚有網聚 現在很趕 因為今晚要出 之前星期日 因為強谷生環者要就那三個主持在香港 變成星期日錄 我星期日錄不到 星期一 星期二得到 星期二 Alice就沒有空 唯有今天 我們這些走爛節目 原諒我們 今天比較遲些 想多謝大家 因為這兩三個星期 其實這一個多月 很多網友 走來找我 喝茶 或者我去哪裏 他們又帶了不同的訊息給我 令到我眼界不同了 想事情都不同了 令到我對很多事物的看法都不同了 有時候 例如說做生意 例如一大堆人 可能我多說一些 沒辦法了 但是很多私底下 來找我的人 跟他們聊天 比較多得著 在這段時間 有個網友 寫了兩句 說話給我 那兩句說話 就叫做 生意不成 人情在 廣交朋友 看天下 給我這個節目 我有些事我改一改 因為我有句說話 其實我整天都說 不過就不是在 節目講 因為我經常跟身邊的朋友 聊天做事 我有句口頭禪 跟網友寫給我的差不多 第二句是他寫 第一句我經常說 生意不成 仁義在 仁義 做生意 長久 我是老得識 老得脫的人 是要講仁義 不是講仁情 因為仁情就是我跟你 老鵬 有些事情 明明是不對 或者價錢不到 因為這樣幫朋友 一次是可以 兩次 三次是可以 第四次 所以生意 真是如果不對價錢 大家保留一個良好的關係 最重要就是我不要欺騙你 我沒有欺騙你 我是把這件事 或者這個做法 是原本告訴你 價錢是原本告訴大家 做不做得成 就是之後的事 所以我覺得仁義 比較重要 所以這兩句說話 我改了 也是這一節 講身邊這三個禮拜 或這一個月見到的網友 的總結來的 就是 生意 不成 仁義在 港交朋友看天下 因為原來我這個節目 很多外地的網友 聯絡了我 令到我有一些我不懂的東西 那我就 都學會了 那講一講 先多謝 因為我真的想學英文 有些朋友給了很多意見 我有一些 簡直是P.M.I. 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途徑 還有補習先生的電話給我的 那我下個禮拜 那我就會聯絡 還有我已經有些課程 我報了 報讀了 不過就要 12月20號 就是差不多一個月後才開始 因為呢 我下個月 有個小小的行程 就安排了 就是 去台中 那下個星期二 我就上佛山 因為佛山有兩個網友 就約了我 那另外有個女網友 說女網友 那 那 說跟我上去 有些東西逛逛 香港人來的 那我就說 下個星期二 還怎樣都是 那我上去就一個圈 那 那 多謝四方八面的朋友支持 那 就有介紹了很多 很多 我不知道的東西 給我認識 那 那這一節 其實就想講一下 這個幾月 有很多朋友 如果有些 不是說 不是說 選幾件事講 其實每天都有的 譬如 好像 有個網友 曾經找過我 他就想 假結婚 香港有太太的 那他就想在大陸 因為他喜歡一個女孩 他就想在大陸 娶多一個 那先不要道德 道德評論 又沒有說 對不對 那我就跟他說 是不對的 不行的 為什麼呢 所有的 很多人有很多 新聞證 那些新聞證 不能夠經過考驗 即他可以登記做任何事情 但因為他裡面沒有晶片 沒有晶片 你只要一個政府機構 就全部都知道是假的 第二 你要做這件事 你還有個戶口本 即是女方有個戶口本 或者你有個戶口本 是不是 你怎樣做到呢 你說你做一張假的大陸新聞證 你香港人 你沒有戶口本 你結婚 你怎樣可以證明 你老爸老母是誰 你家裡的兄弟姊妹是誰 各樣東西 組織在哪裡 是牽涉很多部門 所以不能夠成功 我都直接告訴他 有個網友問這件事 我回答了他 第二個 有個網友問過我 關於今天拿中港車牌 我回答他 有需要的你給我 一個星期內我跟你搞到 即是大陸香港車牌 換一個大陸的私家車牌 不用找那些安全 那些全部都騙你的 很簡單 如果你有空找一些蛇仔 即是去深圳車管所 你換個車牌 那你應該給的費用你給 給完那個費用之後 給完那個費用之後 你呢 不好意思 有電話響 你給完那個錢之外 那些蛇仔幫你搞 一千元人仔 明掠你了 那不需要的 其實我本身也承認回大陸 可以明天 我也有些事要回大陸 如果有需要的 那我想很多部門員幫我手 給低部門員 給一杯茶錢 不會太多錢的 那就趕快搞 還有會快些 即是好過你 你燈一個人 當是請日假 那如果有需要 換這個車牌 我都幫得到的 如果有需要 那第三件事 就是有個 有幾個美女 做素型內衣 那麽呢 那麽呢 就昨天呢 就來我公司 找我喝茶 那麽呢 就 談了兩個小時 那麽呢 那麽呢 就問那些素型內衣 怎麽樣賣 那麽呢 香港怎麽做 那麽我條件反正 我講了給他聽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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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素形內衣拉雲都很貴 不是很便宜的東西 看人家,一萬多千元一件要的 要賣到,和他相信你 我相信在那裏會做得好一點 給他一些意見 另外有個 當時有另一個女生的姐姐 她就跟我說 她是佛山做飲食的 她是做齋的 即是吃素,開了齋的店舖 她有星期二帶我上去看看 她問了我一些問題 她說,因為她現在做的都算是做得挺好的 但圍堵皮 但賺錢比較困難 她打不進一個市場 我就跟她說 我直接反射一個條件 做齋保困難一點 為甚麼呢 佛山基本上是最傳統的廣東文化 和近順德 順德菜 廣東人背脊向甚麼都吃得 小時候吃到嘴很刁 尤其這幾十年 即使文革也好 甚麼都好 順德 是廣東的名菜 客家菜、順德菜、潮州菜 這幾個菜系 東江菜 是其中一個菜系 沒有食齋 尤其是我們現在共產黨統治的情況下 基本上是不信神 他們問符問前程 但心裏沒有神 食齋的人 基本上 都多數有信仰 中國人 是不是 這樣都沒有信仰 他們為了保平安 他們可以 拿幾十萬出來 去裝頭炷香 好像四回 懷習、港寧、龍武廟、裝頭炷香 貴到不得了 有錢人給五十萬 給他們買個位置 裝頭炷香 去到新興 都是這樣 但是 佛山這邊不行 廣東這邊不行 他們問我有甚麼辦法 又給一些意見 因為我經常都說 如果個勢在你裏 你買甚麼 你做甚麼都贏 但是 你先天性 個勢不在你裏 那你就要很努力 你要個人 個人本事 還有你的想法要很厲害 才能做到 我昨天喝茶的時候 都給了一些意見 不知道是否適合他 不過 就是我自己的印象 因為可能經歷得多些 見得多些 每一個人來問我都好 我都會條件反射 在腦裏面立刻架構到 應該怎樣做 他昨天跟我說這兩件事 我都跟他們談了 多謝有個姐姐 她後事又找回我 她跟我說 她說做素營內衣 都有藍莊的 她今天說送一件給我 問我腰圍尺寸 各樣東西 說送一件給我穿 讓我看看我的 我能不能夠再瘦一點 在這裡多謝她 那件事不是便宜的 真的多謝 只能夠多謝 只能夠說多謝 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說 還有就是 昨天有個網友 他就中港兩邊走 他經常想有些小生意做 問過我 想在香港做一些性商品店 我直接跟他說 說沒得做 因為有很多原因 又解釋了一次 這段時間真的很多 有個台中的朋友 台中有個名人叫 傑拉德的朋友 他來找我談 我下星期就去台中 約了他們兩個在那邊吃飯 他住在台中的一間公司 他有些事情想做 其中一件事就想回大陸 或者買一個市場 他在香港 問過我 就有一個叫做 德國紅酒 他說沒有酒精 沒有酒精 就是這樣 他就走來問過我 他說這些紅酒 如果要買回大陸 怎樣做 希望我有些意見 不知道幫不幫到他 我就跟他說 不如小三通入中國 高雄的福建比較容易 這是第一 第二 如果做夜店 喝酒的地方 不受歡迎 因為沒有酒精成份 喝到酒的味道 就像你做醉窩雞 不斷滾 酒精揮發了 你就聞到酒香 醉窩雞 但你喝不到酒 因為酒精去揮發了 這樣我就跟他說 我說我本身補稅 有一個人 朋友 我明天下午中午就上去找他 他就是做那個紅酒 專門幫人紅酒回大陸 然後就改招指 幫他交到客手上 他做這些事情 那就報正關 紅酒大概打48%的稅 大約 但那些不算是酒 不算是酒 因為沒有酒精 明天我順便幫他問 用什麼報 但他有酒的味道 方香紅酒的 還有紅酒的功能 就是保心腦血管 國血壓 通心肺 那麽 那麽 我就跟他講 那麽就跟這位網友講 那麽現在不是網友 而是朋友 那麽我說 如果我這個 因爲我這間公司 保稅公司 最喜歡 他自己都有訂酒來的 那麽 就很多時候 就會賣去那些 國際五星級酒店 就是假日酒店 那麽叫做什麽 喜來登、希爾頓、香格裡拉 最主要 廣東有三間的戈爾夫球場 就長期給他訂酒 那麽那種人喝酒的方法 就有些不同 那麽意思呢 那些是講品味 如果你賣洪酒 大陸人真的不是很講究 只是聽 洪酒 當然是法國的 那麽他們沒有了解 洪酒很多的產地 不如智利 澳洲 澳洲當然不入流 不如意大利 意大利都OK的 但是聽朋友說 比較辛辣味重一點 紅酒有分的 有些是果香大一點 有些甜一點 果香大一點的就是酸的成分高一點 我不懂得喝酒的 我酒的知識來源 基本上來自一本日本漫畫書 叫做神之水滴滴 畫了三十多本 我印象中我看完 其實是專門介紹全世界的紅酒 用一個故事形式去穿透了這套書 其實我是早十年前開始看的 看完了很久了 那我的紅酒的認識 全部都是在這裏來 那我就跟他說 要買就買這些市場 因為買這些市場 它才真的有市場 因為那些人扮東西 有錢 其實這種酒 這種飲法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新嘗試 變成了他們肯扔錢賣 還有定價權在這裏 第二 我就給了一些意見的網友 他就跟我說了 我說 你做事的不夠人做 做酒的 又不是法國酒 難推些 反正沒有酒精成分 看看在大陸 例如一些網友 做直銷的 可以聯絡一下 那你就直接聯絡我 今天跟他談一下 就當健康產品 健康產品 保健品的賣 直銷 價錢 可以大家從頭定起 變成你們做直銷的定價權在這裏 競爭對手少 而他入到這隻 德國紅酒 那他跟你合 可能都是一個挺好的生意 因為大陸人 每天吃有毒的東西 喝有毒的東西 他們其實都明白 所以保健品 在大陸市場是很龐大的 很龐大 是不是 可以嘗試多賣一隻 但因為紅酒 全世界都看到沒有酒味 有酒味 沒有酒精 有一些紅酒的養份功能 路人家 各樣東西 通血管 降血壓 可能是好的 那我就叫他 因為保健品這個市場 他那隻酒 沒人做 我們當保健品那麼推 可能有一個理想效果 我當然不知道世事的東西 但可以向這個方向走 他來到 給了一些意見 還有一些其他東西 我打算去台中再跟他談談 因為我都想開始有些東西做 除了做地盤 因為地盤生意都穩定了 可能近期我自己有些東西想 因為我最厲害就是買賣 買賣的東西我最厲害 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就想 接下來 過年前後我自己也有些東西想 認識了很多網友 他們有很多意見給我 我自己消化了 那我就開始計劃我未來這兩三個月 要做的安排 下星期去佛山 接著去台中 那麵甸呢 因為之前有個網友 27日過來找我 他在麵甸有些生意 他給了一些意見 我 說了1月7、8日 我遷就他 可能在麵甸碰過臉 那麵甸有兩個網友 兔洗養光見 那麵甸一定會成行 爭之盲工足 那麵甸我都想看下的 做不做得成 不知道 起碼交了個朋友 是吧 所以說得對 生意不成人意在 港交朋友 看天下 那麵甸我本身都是這樣的人 那麵甸我想過去 認認真真地去瞭解一下 那麵甸想去麵甸留四天 那麵甸想去麵甸留四天 那麵甸呢 那麵甸呢 那麵甸他就 跟我講過很多事 那麵甸的 那麵甸可能 那麵甸是吧 例如說過泰國旅行社的看法 那麵甸說過那麵甸說過那麵甸 那麵甸說過那麵甸去算 那麵甸去嗎 那麵甸說過那麵甸延 那麵甸說那麵甸有4麵甸 commercial 中國都是去布吉游泳 去巴提亞 看人妖秀 去酒吧街 找烏克蘭美女 個個高挑很美 或者去喝飲食食 玩水上活動 然後去曼谷拼命買 去做SPA 他問過我一些問題 像清邁清來這些 比較少人道 旅行團都少 成團少 因為他本身是最偏遠的泰國地方 我說如果讓我做 想做泰國的生意 如果這偏遠的地方 我即時回答他就是這樣說 我說如果要做 讓我搞旅行團 搞旅行團 他說搞旅行團 清邁清來比較靜些 鄉下什麼什麼 我說很簡單 其實很久以前去泰國有一種功能 叫做拜神團 拜佛團 泰國是一個佛國 但是你去巴提亞拜佛 浪費氣 到處人妖 到處刺思蘇 你信不信佛在那裏 他們所有的佛子有多少 到處都是 但是有高增會不會在那地方 即使有 普通人的觀念都不相信 在曼谷 除了玉佛寺 金佛寺這些 例如買佛牌 開綱 去找白龍王 去拜四面神 四面神 不是四面佛 四面神都有的 但是呢 真真正正去一些古廟 去請佛 請神 基本上整個泰國 集中了的就是在清邁清來 為什麼我喜歡去泰國 因為泰國有多功能 吃喝 玩樂 拜神 五光十色 玩的有 吃的有 拜神的有 做什麼都有 每一個人去一個地方 一定有自己的嗜好 是不是 自由行呢 又未必去找佛廟去看 去拜 去求佛咀回來 所以你看到香港很多賣佛牌的店 很貴了都圍倒被 為什麼 因為香港真的接受了這一套 香港人 很多車 很多人身上都有佛牌 求回來 求回來 很多在香港賣 真假不知道 那裡有個得道高僧 開了綱 在香港賣很多錢幾千元條 其實搞旅行團 可以搞這些 去做這一班客人 在我腦裏面 突然間 就說了這一堆 這堆東西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剛才說那個 台灣網友 台中的網友 他是香港人 他回來跟我談 他問我 喂 台灣現在經濟很差 其實旅行團 過去那邊沒有什麼搞的 他跟我談 我說 不如我跟你試一下 合作搞旅行團 我原來台中 OK的 你們台中 台灣熟 我說台中 台灣熟 我跟你搞旅行團 吹雞 是不是 在Facebook吹雞 我跟你吹雞 看看我們合作 能不能夠開多條線 我們雖然不是旅行社 但是我們可以做 那他就問我兩件事 他說第一件事 台灣 個個都去的 台灣團友有 台灣自由行的 日日大把人去 那還有什麼吸引力 還要搞旅行團 那我就說 就是我腦裏面 我就問了 當時問了這個 這個朋友 兩件事 我說第一件事 參加旅行團 在野樓 屏東 高雄 佛江山 去故宮博物館 看自由廣場 是不是 主要去這些 然後買手信走 必然的 誰都是在池湖 全部都是這些 那自由行呢 就去吃喝玩樂 就是行夜店 行夜市是必定的 接著去浸溫泉 去買東西 吃東西 街邊當 接著放兩三日假 離開是這兩種 我們可以走第三條路 我跟他說 他說 有什麼第三條路 因為在那一刻裏 我人的自然反射 就說 台灣最有名的 就是 剛才我所說的這兩件事 但有第三件事 很出名 是什麼呢 辣妹 賓囊西斯 辣妹 是不是 賓囊西斯當然好笑 辣妹 你可以去泰國 去越南 去找夜生活 去玩 去酒吧 但是你有幾個 聽到一些朋友 說去台灣 他是去酒吧 去夜總會 去搞夜生活 是不是 我說你們這麼熟 你們找一些好玩的店 去四天 日頭 自由行 日頭 過來 睡覺 晚一點 起床 自由行也好 或者有行程 比如集中一個區 有行程 少少行程 千萬不要帶賣東西 因為帶賣東西 沒有生意做 有個行程 做 然後晚上 一晚去夜市 當然 出名夜市 你推介 其實書有的 但那本書 很多 所謂的天書 很多是廣告來的 視線稿 給錢就寫 是不是 那你們介紹一些地道 台灣 真真正認台灣人的消費 去看 這是第一 第二 就帶他去夜店 香港人 很多懂普通話 但是他找這些夜店 集中在哪裡 消費多少 會不會被人湯 他心目中 有些人 說我不熟 雖然是去玩 沒有去過 或者去做水魚也好 沒有去過 很多網友 可能聽過 郭光幫幫忙 台灣一個 都相當出色的 綜藝節目 那個 那個 節目主持 他不是開夜店 是不是 開夜店的 很好生意 小S 他們不是開夜店 是不是 老公 不是開夜店 就是整個夜店 老公 經常給英都上 是不是 台灣辣妹怎樣辣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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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聽很多 但是真是見的 見不到多少 我們就嘗試一下 搞一條新的血路出來 看看會不會成功 那我過來跟你談 第二 其實時間差不多 他們本身有優勢 因為他們生活了十幾二十年 他們各大 因為台灣人是講人情 那他們可以 有很多品牌 譬如美基之士 每一年都 有一個月 是半價的 是半價 那半價 那就可以 你存貨 賣回來香港 第二 馮藝旅行團 就是我們的旅行團 譬如 落地 每個人給你一張紙 是各地品牌 第一 先不要賺品 明白嗎 不能夠貴個人 而被他們選購 那你賺了差額 英品賺的 他們買到便宜的價錢 而 那些基本上是台灣本身 是有優勢的 還有一個台灣本地的品牌 是品牌 是有人認識的 即是不要不肯肯肌肌 撿些山寨東西 賣了它 這樣不好 接著在機場送客的時候 打好一個紙皮箱 打好一個紙皮箱 每一個 可以剔了之後 最後那天 拿走回來做收訊 好吃的 就聯絡你們 接著你們 就在台中 在台灣 寄回去 變成一門生意 未必做得大 但是 我相信 我這個節目 連下載 連不記得 我想 香港也有一萬幾千人 那 我 頭那兩團 我帶隊 反正我都打算找些東西搞 台灣都熟 台灣都熟 我都說 我帶你去看的東西 一定跟你自己本身去看的東西不同 之前我說過 我對一些地方很敏感 很流心 變成了我 我的人是這樣 這一節到這裡 因為其實不會停的 因為 今天其實沒有退咪 Alice沒有空 我按著它 我自己分兩段 我現在跟你說 這一段完了 接著隔十秒鐘 我再錄第二段 因為都趕時間 約了網友七點半 現在都六點幾 這一節 到這裡為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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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